这一次的这个自我带鸡蛋 我的炒果条是两块钱 这个就是很传统的 那以前的人为什么会自己带鸡蛋 因为他们很穷 然后呢你要叫他们加一粒鸡蛋 也不懂要多少钱 他们就是拿个鸡蛋 不懂就去吃炒果条也好 炒鸡蛋也好 只要跟鸡蛋有关的 他们都会自己带一粒鸡蛋 我的名字是Dominique 今年46岁 已经炒果条整要18年了 这一次的这个自我带鸡蛋 这是我第三次做的 2017年我做过一次 2018年也做过一次 早期为什么会做这个五毛钱炒果条 我跟人家说了我这个想法 每个人说 老板 你神经吗 我说 可能神经吧 可是我觉得很好玩 是亏本的 可是我觉得带回那种 以前我们的那个家乡味 那时大概我一天炒到整要几百盘 我只跟你说真的 那个Pi-Fi的人龙很可怕 炒到我的手都要断掉 手也伤到 当时我做的时候呢 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看到 年轻人带着小孩子 然后呢 小孩子就 Uncle Uncle 炒果条一盘 我已经停了一年的生意 今年我回来了 我希望在此再借这个机会 做多一次这个促销 让我那些老一辈的国人 Auntie Uncle 希望他们再回来 回味我们的传统 以前的 heritage culture 小羽 帮我此一周 打开 优优独播剧做 这次回公司 各位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 感谢观看